今年呢 很多人都问我 我去看风水也好 留言也好 都问我同一个问题 超过十个人问的 就是问我 送神到底要送好 还是不要送好 我会分享这个 但是我会在我们的庙去宣馆 每一次 每一次 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我都会想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就是庙宣馆草茂大师 那到底 草茂大师你们都会懂我 是我吗 因为我在分享 庙宣馆是什么 庙宣馆是一个神庙 他叫做庙宣馆 山教老祖师 所以我会做这个 分享这个 送神的仪式 是在我们的聚宣馆庙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有时间 我会跟大家来分享 说我们的神庙的历史 怎样有开始的 好 我们先看今天 来看送神的仪式前 OK 大家好 我是聚宣馆 草茂大师 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说 送神 送神的仪式 以我们以前古代的传统下来的 我现在所知道的 来分享给大家 好 照以前古代的人来说法呢 你有造神 一定要送神 如果没有造神 如果没有造神 都不需要送神 不过现在的很多人 没有造神 也是会送神 如果你们有送神 下来送的 你们继续一样送也可以的 有人问我 不要送神可以吗 等一下我会分享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来想送神的仪式 送神呢就是说第一 你要在以前的这个送神的日 叫做十二月二世 十二月二世是正日 你可以提早两天拜 还是提早一天拜 就是说你用二三还是二二来拜 叫做十二月的 可以拜 但是二世的时候才收拾 就是说二三和二世 你先一天来拜 拜的时候 他有他的祭拜品 要有五种水果 没有就是五色水果 还有就是说 再来就是要有茶 如果你有造神 造神要放比较 隆重一点就是放这个 拜一个祭拜品 叫做三性 有鸡有烧肉 这种有鸭 要拜这种 还有一样有酒 酒三杯茶三杯 记住 那如果你拜你的客听的神 造神是不可能拜客听的 客听的神 你就拜五色水果 如果你有观音 你就不需要去帮这个三性 帮他水果而茶 如果你有拜佛宫 大佛宫 你可以拜三性 就看你拜什么神 第一个 所以现在我们来说说 拜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拜好的时候 你要会看到每一个纸 就是我们拜的金纸 每一个套官邻有一套的纸 大佛宫有一套的纸 香店有的买 你去买便来放一套一套的 地主宫有地主宫一套的纸 这个一定要一套 还有一个送绳子 所以你买的送绳子 你买送绳子的时候 你记得你要买借绳子 送绳子一定要借绳子 记得 这很重要 再来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贵人福 就是这个 每一个神像 你有的不管大佛宫 官宫 官宫 每一个神像 你放十二套 这个是 一个神明放十二套 贵人福 记得 如果你能的话 就买有开过光的 如果不能 就不用紧 要红色 记得 有两种 这个是其中一种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叫做白血糊 也要有开过光 怎样叫做开过光 他还有点过香 叫做开过光 大家也看一下 点过香 这个也是十二张 12张 就是说 这个一张 这个十二张 这个十二张 包在一起 一套 每一个神 像我们 我们这里是庙 不能 因为我们太多神 不能 你们加的最多是三个而已 所以三个就是 每一套 十二套的 放在桌子 来拜 这个是用来 谢谢我们 今年有十二个月的贵人 有十二个一个抓捉式的 帮我们化解 很重要 如果你们觉得开光的 你们买不到 你们可以联络我们的助理 我们的基权管助理 可以帮你安排 十二套 这个我给你们知道 这个是拜 拜过后的时候 你要讲的好话是什么 这是求我们的神灵 谢谢我们 保佑我们 今年 二零二二年 一月到十二月 给我们 祝福平安 身体信用 身体健康 谢谢他 然后 那个最新的 十二套 贵人福跟白血福的 是拜明年的 你要记得拜明年的 明年你求十二月有福 十二月你抓捉式的花掉 就是说你抓捉的 大事变小事 小事变牛事 每个人都会抓捉式的 是不小心抓到 这个是一个 拜 然后拜的时候 拜好了 你求了 平安 谢谢 给我们一家 平安 光顾好了 你就等 你的水果 你的尸面香烧了半只 过后 你的 这个所有买来的 紫败的金银汁 都可以花掉 在你花掉的时候 顺便你看到你的家 如果你再有放个不日子 放美的 还是有放 这个去年是老五年 有人放老五年的 就浮的日 把它花掉 如果有放开神像 也把它花掉 这个是 花掉 记得 花掉过后 然后二世的时候 就到那一天了 你找拜嘛 二世的时候 你就开始 来收拾神座 收拾神座的时候 也要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一定要清洁的布 和清洁的头 然后要用花水 如果你们的花水 可以在香店买 如果在香店买 还是一种香水 如果你要真正自己 要用的花水呢 还要配合服呢 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寄行馆 再助理申请 请一个 花水 好 这个是洗神座的一套 也可以 没有你自己座也可以 你自己 放了十二色花 来洗也可以 放了一个香水 香店买个香水 把它 担心全部 把这个 这个 这个香的 烧完了 枝香角 红色的这个 可以清掉 把这个香的灰 也可以清掉一点 不可以挖下去 它可以清到这里了 然后清到完了的时候 记得 这个香的角 有三只 如果我们这里有 比如讲 我们拿这个来做 做一个sample 在这里 我们有三个炉 我们每一个炉 有三只 这个我没有收拾过 现在我讲的这个视频 还没有到二四 我是分享 所以 收到 甚至留三只 三只过后 再来 就是说 你们的 那个 红球 就是这个红球 这个金花 可以 灌掉 可以 用那个 十二月二四 它是正天来灌 可以提早拜祭的 换新的 做美乐 还好美了 挂后 还有一个 更重要 很重要的 就是 无核财神像 你有买来 不可以 连上去 你要等 最好 你要等 几十年 你请神的时候 连 请神的时候 叫做 有人是三十万 有人 是初一 早上拜 这个叫做请神 所以 把他这个 财神像 每一次 搬回人位 搬回延位 那个福日 和财神像 然后 请神进来 拜的请神子 好 求乐 今明年 二零二三年 我们十二个月里面 出入平安 身体健康 生意信用 血液进步 可以求 这个 送神的时候 还有一句话 你要花纸的时候 你在你二二拜也好 二三拜也好 提早两天 你要记得 讲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 请众神回延位 他们就会回延位 照神也一样这样拜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福日 拜完烧的纸 刚才我有分享过来了 这个吗 讲对了吗 还有就是 这个也是纸 也讲 水果也分享了 就是你要请神的时候 拜来过来 就是初一的时候 还是三十万的时候 在拜卦 拜我们新年 要拜个东西 拜天天品的东西 请神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求福一年 没有送神会有怎样 其实 没有送神也没有什么 但是你没有求福的了 那神也一样会回延位 不是你没有送神 神不会回啊 没有这样的事 也一样他会回 记住 但是如果家里有造神 神就一定要送最好 家里如果没有造神 你只有你的外面客厅的神 那你就放着 以前如果有一路来有送神的 你去抓他去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用 是这样而已 但是有一个东西 有请神 有送神 没有送神都好 都是要记得 你家里放福的日 和你放的红色的日 新年的日 都是要年二世把它花掉 花掉过后 借神的时候才提上去 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拿2023新的一年的好运过来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们说 现在我来分享的这个 这个叫送神和借神 如果你觉得说我 我讲的这个视频 可以帮助到你们的 你们帮我分享出去 因为我听到外面很多人跟我讲 他们呢 是收拾金结了 换了金花 换了红球 才来送神的 这个是错的 不是这样 他也是新年吗 新年初一还是三十万 才有做新的东西 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选24来做 12月24 因为你12月24 你来不及做 你需要那很多个钟 几个钟来拜 你用2324 你用这个22 和23来拜呢 你比较轻松 也可以拜了好一点 心情一求 求了24才来收拾 这个是以前传统下来的 24是真日 要记住 还有一个就是 你亲女的时候 最好你要记得清得很干净 不要看到有蜘蛛 连神钻里面蜘蛛 最好整天家 拜神的位 的附近 都不要有看到蜘蛛 这个很重要 好 所以现在我们分享到这里先 有什么不明白 你们可以留言给我 我可以再回答你 你觉得我帮到你的这个视频 你帮我下自己 谢谢大家的来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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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